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皇上再看看 还有云贵的矿武 四川的盐茶 新疆的仰墓 均有喜讯 刘勇 臣在 你说这些都是石的 这个 臣没有细想过 不过石公主大喜的日子 他们上折子恭贺 捡点吉利词写进去 恐怕也是有的 朕要的是石化 不是空化 皇上盛名 朕反复叮嘱内外臣宫 要以赤诚之心对朕 无所遮掩 无所搅逝 实实在在 劈肝力胆才是忠臣 可他们听不进去 臣铭记皇上的教诲 刘勇 这个铭记就是刻在石头上 他们铭记了 这个 臣不敢妄加评论 这南巡的时候啊 给了他们好些面遇 你说那些官员 他们还记得不记得 这个 他们恐怕不敢忘记吧 刘勇 臣在 你一道亭记一旨 发往江南各省 将那些在江南见过朕的官 然而 锥记朕的面遇 把朕说过的话写进折子里 送上来 朕要看一看 臣遵旨 这锥记皇上南巡的时候 都说了些什么 这谁记得住啊 追记面遇 都听着 皇上南巡的时候 都有谁见过家 皇上倒是来过卑职的 番司府 皇上有何面遇 面遇 面遇倒是没有啊 皇上只是深斥了卑职几句 身斥也是面遇 你还记得皇上是怎么说的吗 好像是说卑职 把皇上当成前锋了 别的 别的我可记不太亲了 记不清 记不清可不行 皇上廷记的圣旨上写得明白 他老人家不管对谁 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得一字不差的追记出来 成交预览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 还好还好 皇上我倒是见了 可他说的什么我也记不住啊 诸位 我给皇上叩头使 皇上只说了一句 嗯 起来吧 我最省事了 我跟你说啊 当时我在外面办差 我连皇上的面也没见着啊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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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宿介 本府送皇上到行宫铸臂的时候 皇上说了不少话 当时 有谁在 小的在 皇上说什么来的 小的实在记不起来了 我恍惚记得皇上说了一句 请君入瓮 是不是 这个小的实在没听见呢 没用的东西 请君入瓮 来 师哥哥 公主真漂亮 比仙女还好看呢 是啊 好看是好看 可就是太麻烦了 这头上呀 好几十颗珠子呢 公主请啊 真好看 这个是珍珠羊吧 云碧 花颜 珍珠窑 师哥哥 窑给我看看 嗯 真是风情万种 第二天 七爪 我们来观察观察观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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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来 来 来 这儿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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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吃点菜 来 买香 买香 来 吃点菜 来来来 好 来 来来来 我妹妹出嫁 我今天高兴 来 吃菜 驸马爷马上就要到了 知道了 本国吉祥 卢塞封身殷德叩见何孝石公主 请额父爷先盖头 你为什么给我行这么大的礼 君为成纲这是君臣的本分 你心里只有你的君为成纲 就没有夫为妻纲吗 人家是你老婆了 你就不怕折杀了我 先进君臣之礼再论夫妻之分 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呀 那说上天去也没有丈夫贵老婆的理呀 可是今日在花堂之上 你拜了我阿玛 我这是代父还拜 至此一次下不为例 自然是下不为例 有一出戏叫罪打金枝 你看过没有 看过 看过就好 戏里也是说皇帝的女儿下嫁给大臣的儿子 但是那个公主呢不识相 总爱在驾马面前拿架子 驾马爷一怒就把公主给打了 我可不想跟你眼泪出戏 多谢公主 你看你看又来了 好 谢谢啊 恭喜恭喜啊 谢谢各位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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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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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 爷啊 这座家山可非同一般呐 这些都是用太湖石背起来的 那些工匠都是内务弧造办处 精心挑选出来的能工巧匠 据内务府总管大人说呀 撇开工钱不算 光把这些石头运到京城来 就用了五万两银子 这则水泄是仿造万福炉金鱼池的亭子造的 这柱子呢 您瞧瞧 您瞧瞧这柱子 全是旱白月的 您再看看这水里头 那放的也是金丝鲤鱼呀 万岁也有话 石阁阁的陪家半点不能含糊 这个一奴才看哪 这座园子 我看怎么着 他也不能下了五十万两银子 何爷 滚 这些都是国库的银子 哎呀 何中堂啊 贵府洗劫黄钦赫客营门 您倒好 丢些客人一个人跑这儿偷闲来了 哈哈哈哈 失礼了 走走走 我再敬张大人三杯 哎呦 不不不不 不 敬酒就不必了 哎呦 哎呦 有件事儿 想请何中堂帮个忙 哦 请讲 呃 卑职久闻何中堂伯闻强继呀 皇上隐私起居细微末节 您记得是一清二楚 宫中的起居住稍有纰漏 都被您一一指出 大人 您到底想说什么 这件事对何忠堂来说 那是区区容易 可是对卑职来讲 那就是天大的关照 因此请何忠堂帮个忙 不必绕弯子了 有话直说 痛快 皇上南巡的时候 何忠堂寸步未离 他在山东对卑职说的话 只有您记得一字不差 你是想让我 敬你追忌皇上南巡时的面欲 惭愧 惭愧 张大人 这是欺君 何政长 言重了吧 这又不是什么虚报茂领 枉法寻情 不过是突皇上可高兴 哪扯得上什么欺君呢 张大人 恕我直言 皇上南巡的时候 你治下的山东实在乏善可陈 皇上对你只是略施薄成 而他的尊尊教诲 你却丝毫没有记在心上 事到临头 却想让我越祖带袍 替你敷衍寒混 实在是有失大臣风范 请问张大人 士君已成的成字到哪去了 何总堂金石之言 非之谨记 可是可是这事您还 三位大人 怎么都从酒席上溜出来了 是怪我一时少陪吧 哪里哪里 是才在酒席上不见了 何中堂和张大人 下官心里就犯嘀咕 这两个人去哪了呢 原来你们在这儿倾心相谈 不知有什么肺腑之言 倒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 这么说 苏大人也想听听我的肺腑之言了 正是 正是 非之说句公道话 大家同朝为官 何大人又身为载府大臣 要一碗水端平 可不能厚此薄彼 好 好 各位大人的意思我听明白了 皇上 让你们追忌难巡时的面狱 你们就犯难了 想让何某搭上一把 其实啊 我和身哪有那么好的记性 皇上到底说了些什么 我哪能惧惧记得 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好 好 来来来 一块喝酒去 好 来 请 请 大人们 喝酒去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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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迎鸾离树 巨猶多 鱼里哪层 鱼与缩 爱竟真如子鱼腹 君恩难及 技如何 哎呀 不对 不对 怎么不对啊 这可是皇上口中 吟出来的玉纸诗啊 鸡大学士 何必虚晃一枪 我等不是来听皇上的诗的 是要听皇上说过的话 说过的话 说过的话 朕 姓方问俗 寻姓江浙 青山之路 始终正宫庙宇存焉 朕念其遭忌时间 临危受命 支撑残局 历史孤中 中导 一死已训 朕赶佩之志 躬身殿夜 上响 我说 记大学士啊 您甭虚头巴脑的 跟我们来这一套了 念一段 《忌断诗歌法》的记文 有什么用啊 求您帮帮忙 记一记皇上 对我们说过的话吧 说过的话 那你们可就为难我了 我这个人 只会记诗词文赋 那些不合哲不押韵 又不是四六看的片体文 我是一句都记不起来 这 皇上南巡的时候 说过很多话 但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 才是最最紧要的 皇上要问起 你就如实回答 是什么 我以为他说的 对方 可不得那些 我相信皇上对你失望 这才帮你的 这是个教训 以后在皇上面前 一定要全身心的释放 皇上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要刻骨铭心 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临世张晃 无法应对 卑职铭记在心 好 你们平时口口声声说 朕跟你们说的话 是荆轲玉律 要刻骨铭心 永至不忘 还要传及子孙 传之久远 那么朕南勋到现在才多久啊 跟你们说的话你们记住了吗 叫你们追记面狱 你们记得些什么 张宝 奴才在 这是你的折策 皇上灵性山东对奴才少有面狱 以为身则奴才过于苛刻下辽而已 并发三十万两银子以示驳逞 奴才搜尽哭场也只记得 皇上在盛怒之下说了一句 要请奴才入梦的话 张宝 朕是这么跟你说的吗 皇上恕罪 但是天为朕怒 奴才魂不附体 实在记不得呀 荒唐 朕说 要把你的兵探营 车马费 养年营 凑足补齐 修行工的三十万两 你喜欢穷酸朕说 让你尝一尝穷酸的滋味 这叫请君入梦 奴才敢死 奴才敢死 还有苏记 臣在 这是你的蛇子 你自己读一读 陶祖坟 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朕是这么训斥你的 怎么你在折子里说什么 朕说要对你网开一面 你这样自作多情 你觉得可笑不可笑 皇上奴才罪在不赦 请皇上撑住 还有黎举散 臣在 你是从湖北赶到朕的行在必见 朕关于湖北的政务 说了那么多的话 你一句要紧的都没记住 朕问你 关于湖北的盐查税 朕说要从四十二万五千两 增加到多少 这六十万两吧 是七十二万三千两 臣糊涂 臣愚钝 愧对皇上 你们才不糊涂呢 那些隐隐狗狗的事 你们精明着呢 朕跟你们说的话 全当耳边风 像你们这样 无所用心 施味素餐 朕要靠你们这些宫观来支持朝廷 那么大清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来你们自己说说看 皇上 葡萄钊的折子送上来了 这才叫追忌面玉嘛 为什么普道昭记得一字不差呢 全记住了 因为他诚心诚意对阵 所以和你们就有天差地别 所以和你们就有天差地别 你给他们去看看 都错过去看看 你们说 朕应该怎么逞出你们 赞兵皇上成志 各将二级留任 谢皇上 谢皇上 赞兵道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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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你怎么会记得一字不差呢 回皇上 臣凭这三个字 敬 谨 承 说清楚 臣觐见皇上的时候 一是怀着无比敬仰之心 二是万分的谨慎 不敢稍有诸 三是诚心诚意的聆听 万岁的圣誉 对皇上说的每一句话 臣都要在心中 反复的莫颂几遍 因此才能把皇上的每一句话 字字句句 铭刻在心 你们都听见了 嗯 浮道昭的这三个字 敬 谨 承 用得极为精荡 朕看了 也应当是你们大家记住的 三字观真 浮道昭从支县做到巡抚 平时不但用心当差 而且围观非常清廉 在当地百姓中口碑很好 但朕今天不是嘉奖他的政绩 也不是嘉奖他的清廉 是他静 静 乘这三个字 来啊 把朕穿过的那件黄马褂 这怎么回事啊 赏浮道昭 黄马褂 这三个字 这三个字 陈府到昭寇谢天恩 回来了 何爷 您慢点啊 何爷 何爷 湖北里中城等候多时了 李举菜 哎呀 抱歉抱歉抱歉 让举灿兄久等了 中堂大人 请坐 请 不知举灿兄所为何来啊 我是专门来求字的 求字 你可找错人了 留用疏从捍卫堪称大价 季晓兰也自成一体为人称道 我的字那是无门无派自个儿瞎琢磨的 分文不值 哎 何中堂 哎 何中堂 话 可不是这么说哟 自如其人嘛 我既然仰慕中堂大人的为人 也就仰慕中堂的书道 若能赐我一幅墨宝 我一定视为家藏真品 传给子孙后世啊 举灿兄如此抬举何某 真让人觉得有点飘飘然呢 不不 我可真不是抬举 我是诚心诚意来求字的 哎呀 跟你说句实话吧 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我那一手破字 怎么好随便给人提呢 那不是漏妾吗 何中堂 您这么说 那可就是分彼此了 哎 我听说普道昭普大人的衙门里 就挂着一幅中堂的亲笔墨宝啊 我给普道昭提的是个帘字 莫非举灿兄也想要这个字 哎 这个帘字好啊 帘字好啊 怎么说中堂大人 您是一碗水端平 你能与他与我一样看待喽 既然如此那我就漏妾了 哪里哪里 周全 何爷 你来陪陪李大人 我去去就来 好 您慢走 李中诚 李大人 李中诚李大人 听说大人您爱收集字画 是啊 是 书画仪情嘛 书画仪情 大人 不瞒大人说 我这手里头还真有几幅古人的书画 都是些好玩意儿 而且嘛 价格也不是很贵 要不我拿过来给您瞧瞧 再说再说 再说 直散兄啊 现愁 好 好啊 真是阎风流鼓 书中之上品啊 不是上品也被你说成上品了 好啊 蒙何忠堂赐我莫保 下官未表谢臣 一点润笔之姿 请何忠堂笑呢 好啊 举灿兄真是好大方啊 就凭何某的字 就要十万两的润笔费 我不是要写几千张几万张了吗 何忠堂不必过签嘛 有道是一字值千金啊 立当的嘛 这么说 我该收下了 是啊 中堂大人赐我莫保 我付点润笔之姿 不是应该的嘛 于情于理于法 都说得过去 自然是应该收下了 举灿兄 我送你一个帘子 你却要送我贪子 这从何说起呢 举灿兄 请恕何某直言 你这是要陷我于贪命 就凭你这份心 也不配这个帘子 你这 您这是 刘泉 奴才在 送客 中堂 你 李大人请吧 中堂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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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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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厂 事办完了 李中厂 您走好 您走好啊 饺子饺子 什么东西 等着鼻子上帘 在我面前装起正经来了 我做巡抚的时候 他还是阿贵手下一个小小的书吧 神气什么呀 忠诚 说话留点神 小心隔墙有耳 我怕他什么 他合身横竖不给我脸 我还怕得罪他 他仗着皇上的宠气 哪都插把手 他就那么干净 出出尽尽的 他黑了多少银子 以为周边的人都死尽了 在我面前装什么正经啊 那普道昭要是没有他帮衬着 能得重赏 不知他收了那幸福的多少好处呢 独独不给我面子 这银子 拿开 拿开 他收也得收 收也得收 和声的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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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家伙认的能在 竟然做着军机大臣的兰泥大轿招摇过世 是 忠诚觉得稀罕 我听说刘全经常是狗障人士 坐着主司的大轿 出出紧进的 拿我的名字赶紧到顺天府 借十几个兵丁听用 走 站住 谁敢在这挡道 也不看看我是谁 李大人 您在这干什么呀 拿下 这儿 走 放开 李巨菜 你好大的胆子呀 我可是和府的人 我知道你是和府的人 可我不知道你是几级几品呢 我是和府的管家 住嘴 和府的管家 一个看家的奴才竟敢做着一品金官的大轿招摇过世 你还有王法没有 你想干什么 本府要管教管教你 问你个月智之罪 带走 走 走 李巨菜 你吃了豹子大辣 走 来 放开我 走 烧了他 走 快要烧掉 来 烧 快要烧 家伙您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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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抓了 轿子也烧了 你们还有脸回来 老爷 都是李菊菜的故意跟咱们作对啊 都给我归到天亮 有没有人哪 人头死了吧 来人哪 放我出去 来人哪 放我出去 我说刘爷 你想嚷嚷什么呀 嚷嚷一宿了 你也不累的话 李菊菜 你看 我跟你没完 你敢私设公堂啊 谁私设公堂啊 李中成是借顺天府的大牢 昨天晚上你进来的时候没看清楚啊 顺 顺 顺天府 对啊 就是专管你这好人当 是借顺天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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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夷这个好清闲啊 抄起书来了 是啊 先来无事提神韵笔 可以养养精气神 你平日总是忙得两头不见日头 今儿可这么散淡 看上去倒不像是真的了 你是说我假清闲 抛开圆明园金发塔的事不说 刘浅的事你真的不管了 不管了 可万一人家闹到皇上那儿去 事可就大了 你是说李举灿 他断断不会 你敢肯定 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 他李举灿费这么大的周折 无非是想跟我这个军机大臣 套套近乎 我不吃他的敬酒 他就想罚我一杯 闹到皇上那儿去 岂不是把我和珊 从根本上得罪了 这不是他的本意 有句俗话 打稿气主 你就真的咽得下这口气 小不忍则乱大摩 我敢断定 他李举灿 巴不得我去把刘全给领回来 我一去他就占上风了 我才不干这种蠢事呢 可是那些教夫 现在还在外面跪着呢 中堂爷发话了 你们都起来吧 哎呦